朋友们我现在是来到了第27届成都国际车展的现场 来给大家做一个打卡 其实和以往车展不同的是什么呢 就是能明显发现传统车企是真没钱了 像车展外面这个横幅 以往车展都是奔驰宝宝奥迪爸爸 现在就剩比亚迪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整个这个横幅 比亚迪是最大的 它独占这一整边 看到没有 虽然说不是电子屏 但是这个横幅也是要花不少钱的 然后这边就没有了 看没有 这边就没有了 以往的话它是有这个奔驰宝宝奥迪的 今年是没有了 奔驰宝宝奥迪也没有钱了 然后比亚迪还在这里广场搭建了一个 智能化街区的一个展台 展示它旗下的很多车辆的一些功能 包括仰望U8应急浮水啊这些 其实这都是要花不少钱的 而且比亚迪啊 它是独占整个9号厅 也就是车展的这个正中间 9号厅就在车展的正中间 哎呀这个位置选的是真的好 一进来就看到比亚迪的这个专利创新展示这个墙面 比亚迪不愧是技术展览啊 随时随地口头禅都是技术技术 好咱们进来看一下比亚迪展台的一些情况 像左边是仰望的展台 中间是比亚迪的王朝和海洋系列 右边是方程报和腾市系列 咱们依次来看一下 仰望展台这边带来了仰望U8 仰望U9还有仰望U7三款车型 仰望U8大家就很熟悉了 这辆车售价超过百万 而且现在卖的一直都很好 说明咱们中国的豪华大型SUV已经成功了 这边是仰望U9确实是很帅 仰望U7 仰望U7作为一款中搭型的轿车 其实还是蛮帅的 你们觉得呢 好 那么咱们接着看比亚迪的王朝和海洋的一些新车 首先是原UP 其实这几款车大家也都比较熟悉了 但是看车的人确实是蛮多的 太多了 这个是5月份上市的比亚迪全员 比亚迪今天在车展上亮相了海报06GT 还有这个王朝全新MPV的省发亮相 还有25款宋L1V上市发布会 其实来到比亚迪的展台确实是看人山人海的 今天还是媒体日 如果说是观众日的话人会更多的 而且给我最大的感触就是来到比亚迪的展台 基本上全都是讲技术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 没有过多的花里胡哨 基本上都是展现给你看 把这些技术 你看这些DM-P的这些底盘 还有结构 还有这些电机 这些都给你看的明明白白清清楚楚 这是我个人比较喜欢比亚迪的一点 因为我自己本身就是做技术的 对这些东西是比较有好感的 其实大家来看车都是看外观看内饰 我个人是喜欢看这些底盘悬架 还有电机电控这一块的 因为我觉得这才是一辆车的核心根本 这边是海洋网的 海报06还有海报EV 海报海狮07EV 众多车型 还有海豚 海鸥等等车型 大家也都是非常熟悉的 那接着咱们去看一下方程报 方程报这次带来了两款车型 分别是豹5和豹8 还有另外两款这个概念车型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还是蛮好看的 也很帅 豹8的整体外观 还是这个家族化的一个设计 肯定比豹5是要大不少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个人觉得还是很好看的 而且蛮帅的 就特别符合我的个人审美 你看后面背了一个小书包 它采用的是DMO的一个系统 那么咱们现在来看腾饰站台 腾饰品牌这边带来了全新的腾饰N7 这辆车确实是很适合这个年轻人的审美 那这边的商务腾饰D9 这个商务车里面的这个长青树 卖的一直都挺好 本次的车展腾饰还带来了旗下最新的旗舰行轿车 腾饰Z9GT以及腾饰Z9 在10天前腾饰Z9GT公布了预售价格33.98万元到41.98万元 这款新车搭载了比亚迪旗下的一些最新的技术 包括极限调头 原规调头 还有这个智能泊车 路面增稳系统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来车展现场体验啊 好的朋友们 您看哦 比亚迪这次展台带来了更多的一些车型 感兴趣的朋友也可以帮我现场来参观打卡 我觉得还是蛮有看点的 压力这种这些技术啊车型的都是非常不错的